Insurance 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保障 property owner 如果那个屋主因为那个title有不好的东西 imperfection 呢? 那这样子呢? Home property owner 买了之后有问题 那这样子就不见了那个屋子,很惨了 所以呢,他要买一个保险 Title plan 是什么呢? Plant 不是职务 是一个工厂 它是很多title公司呢? 保存的一个档案 They contain history of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每一个屋子的买卖过程 它的历史呢?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买给谁? 它都在那个档案里面 包括文件还有法律的给人家教什么 这个title plan都在那个title insurance company 如果有适合的plan facility 其实这个是电脑的东西 Title公司呢?可以在那个电脑里面 现在就online了很快的查出 这个屋子以前是水卖水卖 在美国才有的 香港呢? 只有一家公司有 可是不是全部的地产有 所以呢? 为什么美国那么好呢?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system去做 大陆呢?没有嘛 所以呢? 为什么你以前 谁经过谁 谁经过都不晓得 那你这样子 人家很容易欺骗 Standard policy呢? 是CLTA CLTA全名是这个 他们是发一个基本的policy 去保护insured against failure of title based on public record 因为公共的登记有错 所以呢? 比如说有一些人做一些假的地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根本不可以做那些地的 这样子呢? 他的CLTA就会包括在里面 到时候如果你买了 因为title有问题了 所以那个钱要赔偿了 那这样子呢? CLTA每次transaction收300-300 或者100-100 收起来几千块呢? 可能就赔偿你一点了 Extended呢? 是American land title 我们记得 为什么American是Extended? 因为America 是美国嘛 是最大的 California 只是加州而已 是比较小 所以呢 America 是最大的 连其他的州都包括 不是这个意思了 它基本上包括 physical asset condition of the property 所以呢 屋子呢 如果啊 它的 Title 是 它的那个 physical 有一些东西 encumbrant enclose 它也包 比如说 那个屋子有inspection property line 不对 correct property line enclosement mechanic lien 那个屋子 有人做工程 后来呢 扣住你的那个屋子 ALTA包 right of party in possession 有一个住客 住在里面 他也说 哎呀 我有份啊 mining claim 和water right 第三面有水 第三面有抗物 然后呢 政府要 要说 这个屋子 我们政府有权的 怎样子呢 ALTA 也会赔 记得哈 一 二 可是三呢 没有印象的title insurance 可以保 可以跟政府反抗的 松林就是一个例子 government restriction 如果 那个 city 和county 说 那个屋子 不是residential 现在变成commercial了 因为呢 以前那个title有问题 很少以前都是residential的嘛 那简直呢 虽然 銀行买了 missive policy 可是 政府 说什么 就政府赢了 所以呢 没有一个title insurance 可以保护 所有东西 肯定是 不可以的